今次的题目就给了两个condition 第一个就是A加B等于C加D 然后第二个condition就是A立方加B立方等于C立加D立 然后呢,要我们证明一条2015次方等式的出现 我们一起看看 最简单是这一条,这一条最简单的 我们看看右手边有些立方出现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试试把左手边都变为立方 看看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们整理这条式,两边拿一个立方的话 就是A加B整个东西的三次方 就将会等于C加D整个东西的三次方 第二条呢,又刚刚在 A三次方加B三次方就等于C三次方加D三次方 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试试用一个简单的代数运算 将两条式双减,看看出什么了 这个就要考虑大家如何expand开A加B的立方 A加B的立方就等于A的立方,再加B的立方 再加3乘以AB,再乘以A加B 有这个AB,再乘以A加B的 sorry,我留下3了 那...不过不要紧了 右手边呢,是同一个形式而已 所以右手边呢,都是有3C,D乘以C加D的 那你看到呢,在这里,嗯,这个3是否可以弱的 那我们呢,就会有AB再乘以A加B 等于CD乘以C加D 嗯,那之后有什么Hints呢? 那...我们知道A加B这个东西呢,就等于C加D 那...即是,其实呢,括弧里面的这一块呢,就等于这一块 那...然后呢,接着来,我们就需要分情况讨论了 那...讨论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有两个情况的,那...就是看一看 A加B 在...不等于0的情况 那...和A加B等于0的情况 那...在这里呢,就分两个Case 那...Case1就是这个 Case2就是这个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Case 那...当...A加B这个东西不等于0的人呢? 那...那...之后我们又可以怎么变换呢? 那...这里只是说来说去都是A加B 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可以找到A等于什么 那...就基本上都搞定了 那...但是呢,就比较难找 那...那...我们呢,需要知道一个... 一个Quantity 是的,我们需要知道一个... 什么的Quantity呢? 那...这个Quantity呢,就是... A-B了 那...那...怎么可以找到A-B呢? 那...我们既然有... 这些...乘...A乘以B 那...C乘以D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一起看看了 那...A-B的平方这块呢? 那...就会等于... 简单的代数运转 A加B的平方下... beh... D��1 1 3 A- seu 我们在蓝色的这一条式里面 就是这一条 剩下的就是AB这个东西就会等于CD 那么就写这边吧 AB这个东西就会等于CD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着换了 那么A加B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A加B就是C加D C加D这个东西的平方 减,然后四个 那么AB就是什么 AB就是CD 那么CD 那也就是这个东西就会等于 C-D整个东西的平方 然后我们可以两边开方 那两边开方呢 我们就会分case讨论的 那两边开方之后呢 也就是A-B这个东西 就会等于直接拿这个square的话 因为你开完方之后 我们要考虑它正库好的嘛 剔正那边 我们就会这个东西等于C-D 又或者A-B 那么剔负那边呢 就会等于D-C 那么两者我们得出的结论 都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调一调吧 调一调 调一调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一条式的话呢 那么整理一下呢 就已经答案呼之欲出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会有A等于C 等于大的 那么B等于D 那么又或者 那么这里呢 就有个我 又或者右手边这里呢 就A等于D 然后有B等于C 那么两者都可以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 都要证明这一条东西的人呢 那么A等于C 那就是A就可以和这个 换了它 A等于C 就是C的2015次方 B等于D 那就是B又加D的2015次方 那就会左手边等于右手边的了 那么 那么 就是这个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两个情况 之下呢 那么这一条 球证的等式呢 都成立的 那么但是 这条数还没完 由于呢 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东西呢 都只是说了这个Case 1 就是A加B 这个东西不等于0 那么接着来呢 我们就要讨论 究竟A加B等于0 之下呢 那么 这条式又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到了 A加B 这个东西等于0呢 这个东西等于0 那么 这条式又会变成什么呢 那么 A加B等于0 那么之前说过A加B 就是等于C加D 那么 那这个东西呢 一模一样 都会等于0 那么我们有这两个Condition呢 接着来呢 也就是 A这个东西呢 就会等于 符B 那么 C这个东西呢 就会等于符D 那么 然后呢 接着来就好办事了 那么 A等于符B 那么我们是时候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如果我们拉下来讨论的话 第一个东西 A的2015次方 那么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符B 那么这个东西是 符B的2015次方 那么 这个东西会变成 嗯 写下来吧 这个是符B 2015次方 那么 然后我又选球的一边 选C这个 那么C这个东西呢 就会变成 符D的2015次方 那么 刚好这条式呢 那么 左手边这个呢 今次的左手边呢 就会 等于0 那么 右手边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正一符 刚刚好 等于0的 那既然是这样呢 这条式 就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都好呢 我们都会 有这一条 等式的成立 啊